各位群友大家好 今天由我来讲一下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功果是非 其实我不是太合适 就是这个我不是讲这个题目的最合最佳人选 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做过专门的展示研究 这个所以大家今天今天大家就是可以顾望停止 不要太就是不要太当回事 就是这个我也就是我的一家之言 就是我的一家想法啊 好吧 这个呃蒋介石说起来他呢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他呢 从他从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起家 起家开始呢 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是寻常的 就是他有一个特点是寻常的 呃有两个特点是不寻常的 呃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他呢 就是说他一个寻常就是说 呃他是一个这个当年是个有志青年 就是投笔从容的有志青年 像当年像他这个时代 像他这样的人啊 和很多啊 很多都是投笔从容 为了将是为了救国救民啊 呃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气文呃从武啊从武 这一点上是没什么稀罕的就是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呃 呃我们看到呢 他呢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去日本去呃 学过军事呃 呃在呃日本师王学校的这个预备学堂 政武学堂呢 学完了呃 已经到那个是到那个日本的军队去实习了 啊 是士官侯补生了 他实际上就差一步就进师王学校了 但是呢 由于这边的革命需要呢 因为他他加入加入加入同胞会了呢 就回国革命了 但是回国之后呢 他那个也就是进了保定军校的书中学堂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保定军校的校长呢 是正好是段祺瑞 所以段祺瑞呢实际上是他的老师 啊 所以他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学军事航武出身的这样一个军人啊 同时又是个革命党啊 这一点呢 就是跟他同龄人中好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他有两个不太寻常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呢 就我们知道当时同胞会啊 是有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呢 是属于这个就是海外的啊 或两广的 就是士文山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信中会系体系的这一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呢 是这个两湖的 就是黄姓他们 就是这个华姓会的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江浙一带的这个这个光复会的人 所以江浙一带的人呢 他那个就这一部分人呢 实际上跟这个士文山都 弄得不太好 就合作的不好啊 就是在就是在同胞会期间 其实江浙的一代人呢 就是同胞会的就是光复会 原光复会的人就跟那士文山闹翻了 以张太炎为首的这方面就跟这个闹翻了啊 就跟士文山闹翻了啊 但是呢 他有两个不太寻常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呢 就我们知道当时同胞会啊 是有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呢 是属于这个就是海外的啊 或两广的 就是士文山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信中会系体系的这一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呢 是这个两湖的就是黄姓他们就是这个华姓会的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江浙一代的这个这个光复会的人 所以江浙一代的人呢 他那个就这一部分人呢 实际上跟这个士文山都弄得不太好 就合作的不好啊 就是在就是在同胞会期间 其实江浙的一代人呢 就是同胞会的就是光复会 原光复会的人就跟那士文山闹翻了 以张太炎为首的这方面就闹翻了啊 就跟苏姓闹翻了啊 呃 但是呢 蒋介石是浙江人 蒋介石却不仅不闹翻 而且他还是苏姓的死党 这就是关键是陈其美的缘故 因为陈其美是这个 蒋介石是参加这个同胞会啊 是陈其美拉进去的 他跟陈其美关系特别特别好啊 陈其美就是这个陈果夫陈立夫的这个这个叔叔 然后呢 陈其美的死忠 是死忠于孙杉 是孙杉杉的这个铁就死党 陈其美也是也是浙江人 但是他他却他却跟那帮浙江人不一样 他死党啊 他死党 那么所以说呢 他这个 所以这个蒋介石也是孙杉杉的死党 这个 这个也呢 就是说他是不太寻常的啊 不太寻常的 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一般同胞会的人呢 这个一一般同胞会的人呢 就是说他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倾向啊 或者是比较比较散 比较自由啊 和这对自由的自由的在乎呢 在乎度比较比较高 所以呢 这个像孙杉杉就是在这个 就是世界革命之后啊 尤其是二十革命以后 他不失败了吗 失败之后 他就孙杉杉认为啊 就说是同胞会的人不听他的话 所以他要重组 重组一个党 就把同胞会改成了中华革命党 要求呢 反正加入的都跟都都都都 都要向他个人宣誓打手摸 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啊 这样呢 同胞会大部分人 原来大部分人 那些骨干分子都不干了 啊 像这个黄欣和李对于 他们都不干了 都不都不加入 所以呢 中华革命党就变成一个小党了 变成一个比较小党啊 但是啊 陈其美也好 这个蒋介石也好 他们乐意加入 啊 他们是中华革命党党员 就是他是 就是死忠 就是我就宁可 就是跟孙杉杉建一种 个人衣服关系 我也要加入这个党 我也要跟着孙杉杉 啊 这一点呢 是也是一个不寻常的 就才不寻常 就是说 孙杉杉在 这个搞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呢 很明显 他是有一种 这个独裁倾向 啊 就是他 已经从一个原来 追求民主的人士 到了这个中华革命党 来他已经变成一个追求 就是想立 就是搞独裁的搞独裁这样一个形象的一个一个政治人物了 这样的很就是原来同盟会的大部分人尤其这骨干分子都离开他了 但是蒋介石还跟随他 所以呢 我们就说啊 这个实际上 这个蒋介石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学员那个时候 尽管是同盟会时代 还是中华革命党时代 整个时代 这个党内都不算什么 不算大人物 但是他已经认同了孙杉这种理念 就是说 带有独裁形象的理念 啊 所以这一点说 这一点说 也是不寻常的 所以他有两个不寻常 就第一个呢 他遮阳人 跟大陆主的遮阳人不一样 他认同孙杉帅 啊 这认同很有意思 就是说 孙杉三是广东人 啊 从那个 就是文化迈路上讲 是跟这些人有点差距很大 但他认同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别人都 比较有民主倾向 但是唯独蒋介石却喜欢 啊 就特别喜欢孙杉三这种独裁形象 这挺奇怪的 当然你说 现在这个很多人以前都是 就是把 就是把 就是贬低化 我们以前是什么 这个 他说他是 啊 这个说的 说了很多很多 就是把他筹化了很多的东西啊 而且还有那种 金灵春梦 说他就算法子什么的 二十八道的 完了还有更多人 就是以前那个 就是以前跟那个 跟那个 是共过世的 就是国民党那些 一亿人士 啊 说他流氓啊 啊 说他这个 这个恶棍啊 啊 等等的 其实这都不 这都这起来 今天看来都不 都都是不确切的 就是他 他还是一个比较正派的 有为有自青年 虽然说 比如说他也 他也娶了 这个几房老婆 啊 他也在这个上海滩上混过 啊 也嫖过娼 但是我们知道 民国的这样这样些事 都不算什么事啊 嗯 我们知道很多民国大人物 很多这个很冠冕堂皇大人物 就是很就是很很 后来很绅士的 你比如说像胡适啊 陈东秀啊 他们都票过场 啊 而且这个在男女问题上 也没有那么严谨 在民国的时候是这样 就说 这个这些事 就不是不算什么大事 所以他一个人 一个男人 就有过这样的点 说今天看了 劣迹啊 那个时候 其实不算劣迹啊 所以他并 并不能说 因为因此 就说他这个流氓 啊 这个没有道理 那么蒋介石呢 其实他这个人呢 他身上这种 绅士气还是比较重的 啊 虽然他们家并不是一个 私生私家 但是我知道江浙一带 尤其是浙江那一带 就他 就他家乡凤凰那一带 实际上这个文化记忆很重的 文化记忆很重的 就说他们家是个商人 但是他其实是 有很强的这种绅士的这种色彩 所以呢 蒋介石呢 但是呢 我们知道他这两个 就他就说 这一个寻常 一个不寻常呢 就是这个特点呢 实际上他就跟他后来的发展 是有很密切关系的 由于他的孙山的死终 孙山这个人呢 就是说他一辈子啊 就是 就是他一直在 我们学孙山好 是他一直在奋斗 他不须不老的奋斗 说他不好呢 这个人呢 就是为达目的 不知手段 他可以跟 为了成功 他可以跟魔鬼去结合 他可以 比如说他20革命之后 他可以跟黑龙 日本黑龙会说 我可以把日本 我们东上手让给你们 啊 然后只要你支持我就可以 啊 后来我们知道 他还跟那个 苏俄合作 啊 就是联俄 而且俄国开始 就没看上他 后来不得已才找他 但他心仍同意 我们知道这个事呢 就是他的联俄这个事呢 实际上就使得这个国民党 改主国民党呢 是带有了一点 就是让国民党带有一些 输俄色彩 啊 联俄这个事呢 实际上在国民党内是有很大主力的 就老国民党人 就是老同盟会 这些人 国家分子 他们都不同意 啊 都不同意 啊 这个 这个叫张继 吴之辉 张靖江啊 什么这个 蔡元培 他们实际上对这个联俄 实际上都不是太赞同的 啊 只有极少数人 赞同 孙山联俄 联共 或者叫容共 啊 极少数人赞同 而蒋介石就是这极少数 中间的一个 蒋介石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他是一个叫什么 他是一个国民党右派 是不对的啊 直接开始左派 是 蒋介石在国民党改主的时候 他开始是左派 而且是非常左左派 他其实是很激进的一个人士 非常激进 啊 非常激进 所以在这个点上 在点上说 所以说他非常支持孙山 啊 所以他才得以出任这个黄埔军校所长 黄埔军校呢 也是在建立呢 也是所谓这个联俄 就是联俄中为一个很重要一环 因为联俄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要孙山自己没有实力 没有自己的嫡系武力 啊 原来我嫡系武力就是粤军呢 陈正明的粤军呢 后来陈正明又判了 跟他分了 啊 所以他没有嫡系武力 通过要通过黄埔军校建一支嫡系的武力 就建一支所谓的国民党的党军 而这一环重要的棋子 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个 蒋介石 所以呢 他实际上 这蒋介石 他这个 呃 虽然我们知道 后来他由于这个 这个后来他去了一趟苏俄之后呢 他他 这个 就是 由于他 他耳中 耳中听的 眼睛看的 很多的地方呢 跟这个这个苏俄有问题 啊 其实苏俄有问题 也不是他 他先看出来的 其实苏俄最早在在中国想找的联合对象呢 第一个是 吴卫福 吴卫福后来就觉得苏俄味道不对 就是对中国又有一种不一样 不 不好的野心 然后呢 又找了陈永明 苏俄不干了 找对 陈永明之后也不干了 就他们俩时间都秀出了苏俄这种 啊 这种野心 这种不太 不太不太 对了不太对了 这种东西 所以蒋介石去的 他去上苏俄之后 他也闻出来了 啊 我也闻出来了 那他 这最早的时候 实际上他没闻出来 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 苏俄才刚刚联合联合的时候 实际上他没闻出味道来 他很积极支持 否则他就不会把自己的 唯一的儿子 蒋经国送到苏联去了 如果他早就知道苏联的就是不好的东西 他干嘛把他儿子送过去 怎么可能呢 蒋介石挺在乎他的儿子的 他是一 他从这方面讲 他是一个老派的 他是一个老派的 这个中国人 这方面讲 但是呢 他已经送去 他也没办法了 后来就回不来了嘛 啊 后来很 经过很多曲折 说坑那水以后 他才把他儿子就弄回来 啊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 所以他之前 他是很相信苏俄的 他也很相信苏俄的道路 啊 苏俄道路 但是后来呢 他又嗅到了这个苏俄这种 就是中国的野心 从这一点说呢 蒋介石这个人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啊 挺爱国的 尽管他是个民主主义者 也挺爱国 这也不妨碍他 对苏俄这一套还是蛮欣赏的 啊 欣赏的 所以呢 像国外研究呢 就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实际上是一根 这个堂上的两个苦瓜 他们都有这个苏俄的这个浓烈的气味 而共产党要比共产党的这方面气味浓一点 但是你不意味着国民党 尤其是蒋介石这种国民党 就没有苏俄气味 因为蒋介石实际上呢 他跟苏俄掰 后来跟中共掰 实际上很大可能性是由于第一个民主主义 第二个就是权力之争 所以他这个并不是一形态之争 由一形态来讲 就组织模式来讲 蒋介石是很欣赏说这套的 他很欣赏 这一点没什么问题 他俩之间 就是他始终 他一直到最后大陆 在做失败 他这个味道都没有去掉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 他这个党军 虽然后来排斥了共产党人 但是党军 党军的建立也不是说黄埔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就是也不 也不这一支 他经过改造 他几支军队都都实际 都成为党军 而这个党军呢 实际上是苏联 这些专家 这些这个 这些教练的专家们 他们这个 用过自己的方式 对原有的中国军 进行了改造 通促这方式去改造 而且给这个党军呢 注入了一点 新的意识形态 就是我们讲那种 苏俄这种意识 啊 这个意识 而且蒋介石呢 在经济上呢 也很欣赏 苏俄这种 那时候当时实行的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 啊 国有化 所以我们知道 在跟共产党分手之后 27年 他组政之后 实际上马上 就是民国进入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国民党 他带有了很强的一种 就是国家主义啊 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 呃 虽然他没有 以一下子进行 对这个私营经济进行改造 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 他没有能力 而不是他不想 他但是呢 我们看到他把那个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截走 然后成立了中央银行 和中国农民银行 就是我们叫十大行嘛 啊 中中交农 十大行 实际上 他都是抢的 就是国家主义 他首先把基农领域中 已经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 这一点实际上跟这个北洋 实际就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说 虽然说我们说 这国民党的有成绩 就是我们讲 后来说国民党的黄金十年 从二十七年到三十七年 是他的黄金十年 黄金的建设成绩还是很大的 还是很大的 因为 呃 毕竟呢 他第一次统一了货币 而且呢 呃 接着这个北洋时期的这个成果 他把那个关税自主谈判也谈下来了 呃 所以就要让中国的这种半紫密的 半紫密的色彩呢 减到了 很小 呃 只有一个资外法权 啊 说至少中国以前是一点 这北洋时期一点关税比例都没有 到国民党时期还有一点关税保护 啊 是也提高了 而且呢 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 统一形势 就中央政府能直接掌控的地方呢 一定北洋时期多多了 我们知道北洋时期从而除了袁世凯 那个统治的四年之外 剩下的就是这几 那个十二年 实际上就是谁统治北京 谁掌握冲北京政府 实际上就正名不出都门 啊 各地的那个各地的军政权都不听话 都不听话 也不像中央的结款了 专政服非常弱 专政服非常弱 一般的情况下都闹穷 除了有一个很短的时期 就是钻学类统的时期 由于日本大量借款之外 稍微富一点 市里谁都穷掉死 啊 没有钱 啊 没有钱 那么中央这个政府能力很弱 很多人弱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玩了 玩了各地的那个 就是市场呢 完全不同意 就是这个壁垒 森严 这样呢 就说 虽然是说 这个在一战那个期间 四年 说有一点小黄金时期 但是 整个经济的发展呢 还是有限的 啊 这就是为什么北洋时期 这个北洋时期呢 你看啊 北洋时期我们看到说 北洋时期他比较民主 啊 也比较自由 啊 就说这个统治者呢 学是军人 但是他尊重言论自由 尊重大学之志 啊 尊重文化人 啊 也没有中宣部 也不实行 也不搞管制 也不搞言论控制 啊 这个学生想上去游行 那你就游吧 啊 就基本上 民主制度下 有的自由 这个军人这些都认账 啊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感觉 哎呀 这个时候学校不错呀 文化不错呀 啊 但是 国家能力太弱了 国家四分五裂 所以给 这些文化人 虽然是得了优待 但是他们其实很不高兴 啊 他们写文章都在抨击政府 啊 这个 蒋介石组政之后 他改 他部分的改变了这个状况 就是他使着这个 那个 那个四分五裂的状态 那个国家能力很弱的状态呢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就是说 虽然是说 他也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 就是各省的那些军阀 好多省份 实际上还是个性提示 但是至少在 在这个公开 这个大面上 你不能不得胡来了 你不叫北洋之期动不动 各个省就开始独立了 就公开宣称 我脱离中央政府 我不跟你玩了 啥都不听你的 啊 自己发言货币啊 自己搞税收 自己中大烟啊 自己是胡来 但是在这个时期呢 虽然也有各省中大烟的 但是他这些 你货币啊 市场的大体上 还是能够 有一个模样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国民党统治世纪 他是呃 经线上是有成绩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成绩啊 这个你经线上没有成绩 那你国防建设上 也就谈不上啊 那么 他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 就是在国民党的军队啊 在这个 就在实际中 实际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尤其是国民党 就感觉是个敌系部队 大打增强 由于由于德国人帮忙啊 那时候我们是勒紧裤腰带 买了好多一些德线 买一些德线的装备啊 组成了组织了一些德线师 这个装 这个能 这能力还是 还是还是有很大提高的 那提高 否则在抗战到来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军队 如果还是北洋时期那个样子 那根本就不经意打了 啊 那日本就跟你就跟你像切菜似的 给你切掉了啊 这个呃 当然我们说呀 这个老蒋啊 他他这个人呢 就说 就是说这个抗战时期 实际上是有功劳的 中国 能够下定决心啊 进进行全面抗战 几乎在 比如说在 这个 这种老实验以前 这四年 实际上是一个 中国基本是独立支撑的 有一点援助是很有限的 啊 很有限的 我们中国是基本是独立支撑的 打了四年 这个能抗战 就能 能能能跟日本人打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些人会指责说 你看你中国 你中国挺的 没出息的 展示很没出息 你1937年7月7号 就开始全面抗战了 啊 但是你到 一直到1941年 41月7号 你才开始跟 才跟那个日本宣战 就是他很没出息 所以说展示很没出息 其实这就很 这就只是没有道理 因为 能下决心抗战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知道当时 中国跟日本之比啊 就是那个叫什么 毛中 毛中说的 也叫龙王跟乞丐之比 啊 我们的国力 我们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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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日本就完全不是 差了好几个档次 日本是可以造出当时 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 能自己造航母的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那时候造一艘炮舰都困难 一个炮艇都困难 啊 当然也不是说像后来说的什么 两个铁针都造不出来 但那出来是胡扯啊 但的确是一个 就是我们还是一个落后农业国 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 而且是世界 就是这个这个武强之一啊 所以 那个时候能下决心抵抗 那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后来王精卫不抵抗了 就是王精卫实际上认为 抵抗没有前途 我们差距太大了 像王精卫这样认识的人 在中国当时其实不少的 他们并不是说你说 他们都是罕奸 他不爱国 他们觉得这个中国抵抗 这么抗下去的话 中国就亡了 中国根本就跟人打不起 这个话也 其实这个认识也不但也没有大错 但是蒋介石看到了另外一层一层 啊 就他有见识 他说早晚中国就要挺下去 早晚早早晚晚 日本会跟英美打起来 因为他们之间的厉害冲突啊 是最后会因为中国 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 啊 不收拾 等英美跟日本打起来 我们就可以大便车了 这个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见识 就差在这一层 他们都认为实际上都认为单凭中国自己 那是扛不住的 早晚会会被打垮啊 但是中国地方大嘛 我可以拖嘛 我可以拖嘛 对吧 我可以用空间换时间 从开始 那个中国大本营 他的他的作战方针就是汽油站 就是我用空间换时间 我拖你 反正我地大物博 我拖你 我最后东门靠靠靠靠靠 靠到什么呢 靠到你跟英美打起来的那天 啊 那天 到那时候我就解脱了 啊 所以说他不是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 蒋介石就没有想过 靠自己的力量 能够打赢是反正 而是说呢 我们只是拖 我们拖到 他们之间 他们这个大个打起来 那我们就有希望了 啊 你大个怎么会打起来的 这个这一层意思呢 我们看到 汪精卫就没有看到 所以后来汪精卫 就去搞什么合成运动 结果实际上就等于是 他就叛国了 他组织了北政府了啊 所以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这种高下 就介石的高下 实际上是 在这个问题上是 这个有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的 差别的 那么 当然抗战起来之后呢 实际上 当然中国比较弱嘛 因为中国我们知道 中国这个 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是 呃 训练不行 武器弹药更差 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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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说我们 我们就最精锐的德谢师 跟日本的这个师团 比起来都差一大截 各况那些打盘部队 好多当时比如川军入 川军出关 川军出川的时候 很多军队都是土枪 啊 很多是土枪 这个土枪土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川军好多用的枪啊 就是打几枪了之后呢 那子弹就不往前飞了 从枪口就掉下来了 就他们因为因为那些枪都是 他们是吃穿土枪的啊 你说凭这样的武器 跟日本这个啊 跟日本当时武容到牙齿的啊 那么现在换装备打盘 那确实是真是真是没法 没法没法比 而且我们的武器 代表供应 我们中国军队现在化 没有完成 我们的武器代表供应 我们的后勤体系 我们的补给体系 我们的兵役制度 实际上都跟日本差了一大截 我们都没有现代化 我们没有完成这个过渡 啊 我们虽然是从晚清就开始 现在军队现代化的这个努力 但到国民党时期 这个过程没有完 没有完结 我们没有 没有走完这个现代化的路 啊 没有走完 所以你想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弹 光是弹药供应 就是七 就是就是七七八八啊 这一次军队呢 这个不就步枪 有是从国外买来的 啊 国外买来的 还不是还不是一个国家的 有自己造的 海洋造 有比较好的 有中正式啊 就是弹药口径都不一样 你一次军队 一个连一个连队 你的好几种口径 口径子弹才有那么法 因为这个 这供应起来 这很太太难了 所以当时说中国军队 你要想比谁人数 可能人数很多 要不然日本人打 的确是 就是有点这个 着惊见走 确实是很吃力 呃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 你看 在国际上讲 说法国是强国吗 法国一流强国吗 抵抗了四个星期 投降了 啊 当然他的对手也比较强 德国人比他强多了啊 比日本人还也强 但是日本跟中国比起来 那是日本强太多了 那我们毕竟啊 那我们开始扛了四年 虽然大片国土都沦陷了 但是中国政府没投降了 还要打呀 而且有一些战争呢 还多少都 还是 还是给日本造成很大的麻烦 啊 那杀伤 这点呢 我们觉得 其实中国人打成这个样子 当时世界也很震惊了 因为 因为你知道吗 在这个此前 啊 就是在中国抗战发生之前 整个国际 由于西方世界 对中国一点不看好 他们一直都是那种 就是第二下篇章中的时候 那个额尔金的那个说法 就你给我一个牌 我可以从中国 从东倒到西 啊 一直都这么看法 就中国 中国根本看不起中国军队 那么这回中国军队 比如在中国抗战 坚持了将近三个月 了不得了 这个当然是 由于由蒋介石这个决心 下的 啊 就他这个人呢 的确是他 他还有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这个人很认 他他很固执 他也很认 很坚韧 就是他 他不 他他很很少会 那个轻易言输 就是轻易言输 说我不行了 他会死硬到底 那后来 比如他打败了 跑去台湾去了 实际上他还是在 还是在挺 硬挺 我他他很很很少说我 就我就 就是很少 你能 很就是 就不行了 那么 不行不行了 但是这个在 跟王英文也不一样 很认 很认 他这个决心下了以后呢 就定了以后呢 所以说中国抗战还是 就是就是说 就尤其是头四年 其实说在一个基本上是 这个独立支撑的情况下呢 打得还是不错的啊 你要知道当时中国就那个状况 就是你那样一个 那样的一个中国 那个中国是被人所有人都看不起的中国 我们打成这个样子 对吧 那确实让人光不相看 后来为什么 我们知道美国参战之后 就是美国一直在扶中国 美国 罗斯福一直在扶中国 就是本来中国没有资格 就跟罗斯福 跟丘吉尔 在斯拉利一块开会 根本就看不起你 你算个什么 你算屁呀 对不对 你算个 我们虽然大国 但是我们这个颇弱 很弱大国 对不对 都亚病夫 谁看不起你啊 谁没人看不起你 但罗斯福就是因为 全其中国的抗战 特别看不起中国 中国人还是可以的啊 还相当不错的 所以到后来那个 像那个宋美龄到美国去募捐什么 也是那个收获满满的啊 就是因为 这个美国人就开始看得起你了啊 看得起你 很大部分有点是他表现 当然也有人说啊 就是蒋介石 他其实指挥战争不是很高明啊 经常会一杆插到底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战略战术这个水平啊 战略战略战术水平也不是很高啊 甚至说不来说是瞎子辉 呃 说良心话 就说的确他这个 在靠战时期 他这个人的确是 战略战术水平的确不是很高 因为实际上他在军校也没学什么东西 他的呃 但是他这个人的政治上 很明白 啊 但政治上的见识实际上是高于国民党当时大多数的这种所谓的名将的 你比如说像白崇喜啊李中仁啊 叫陈诚 他都他都高于他们啊 所以蒋介石他的高明出差他的政治上比较有有有见识 呃所以抗战中呢其实他也没犯什么太大的错误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人说他你不该在那个松户中大平原上啊 跟那个日本这个这么装备这么好的去实战 但是呢他从正常考虑说这松户这一代啊 他是属于那个就是英美的利益比较急剧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打如意很早比较早的把英美拖进来啊 所以他就选择这地方跟着日本决战 虽然损失很大他在政治上很得分的 在这点里他也给你得分了 但是英美那时候很滑 就尽管他利益受损了 但是他们依然不想绞进来 尤其是美国故意主义很严重嘛 就不想绞进来 所以呢蒋介石是虽然是赢得了他尊重 但他并没有真的把呃英美给拉拖进来啊 拖进来 但这个事呢你不算他不能算他私策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嘛 你就得越早把英美拖进来 可能我们中国的胜算越大一点啊 但是从正常考虑这个没什么大错 呃比较失败代理就是那个南京不该守 因为南京打完就是搜后打完之后 实际上他精力部队都打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没有能力在守南京了 但讲的是为了面子啊 为了面子 他是守都嘛 你能守一守嘛 所以这南京 这南京之战是比较大的 死后的会战 说实在的 除了易相贵 这种大亏败之外 其他的会战 呃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还说不上他有什么特别大的 就是战略失误 战略失误 虽然蒋介石在这方面并不是很高明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打仗的人 这点呃就这点我们也承认啊 他的确是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不如本荣起 但是呢他在抗战中实际上功劳还是很大的 因为毕竟来说呢 呃 现在讲抗战领袖还是他 那当时过程上也承认他是领袖啊 呃 这个这点呢 也是而且他也这个确实是在确实一直不管是怎么困难啊 他都一直在坚持抗战啊 坚持抗战 有没有松气啊 没有松气 这这点呢 我记得我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 作为一个国家领袖 在这方面呢 功劳还是很大的 还很大的 那么 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人呢 他这种这种 怎么说呢 就他这种这个 就他这种 他始终有一种 就是跟从说人生的地上下来的独裁倾向 所以在抗战时期呢 他特别想的是一种 就是说 叫什么呢 叫 就是一种独裁独裁的这种这种意境 这什么意境呢 就是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啊 这个 一个主义 一个主义 三个一 三个一 啊 后来这个也是我们共产党经常批判他的 就是这个他的独裁 他的专制 他的他的专制 的确是这样 他不仅仅还鼓吹这三个一 而确他还 甚至去 有一段这个法西主义 也很欣赏 他就有一些党域 甚至在中国 就是三十年代的时候 还鼓吹个法西主义 他自己也在 就是我看过展示的全集 讲解释 很多的文章 都在强调什么呢 都在强调 这个 他的党徒 他的这个 军队 他对他 就对他个人呢 进行效忠 啊 啊 这个这点他特别 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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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到了已经让我很烦的地步了 他你比如说 他 他在 石正山 就石正山跟 陈启明闹翻的时候 就有人跑 永锋舰上来了 实际上石正山没有危险 因为永锋舰是一个 不到七千尊的小炮艇 他在 这个 在珠江上 就冲着陈启明开炮 这个炮艇只有两门炮 一门主炮 一门尾炮 如果 他就已经想打成他 一排炮就打成了 啊 他已经不想搭理他 因为他毕竟看着原来他主攻嘛 所以就没有下令开炮 所以曾经 所以 石正山就移着 往别人打 那边人找开炮 所以石正山没有什么危险 这个时候 蒋介石到了 蒋介石就 跟石正山拍了照片 然后蒋介石就多次发文章说 后来说 你看 这个领袖危难之际 我跟领袖 同生共死 如何是如何的 啊 领袖要死 我就过去跟随死 啊 反复强这点 强到 原来透的程度 就实际上就说 就说 你们要学我 我现在是你领袖 你呢 就向我效忠 啊 这一点 他特别特别的强调 特别反复的强调 就是要 要效忠他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国民党的派系纷纭 实际上 就真正的死忠 死忠于他的人 其实并不是很多 加上他又没有孙日山那种个人魅力 孙日山是很有个人魅力的 啊 会讲 啊 而且 这个仪表堂堂 蒋介石倒也算是仪表堂堂 但是他这个人不会讲话 啊 这一点 讲啊 什么的 这个缺化魅力 啊 缺化魅力 所以 所以死忠于他的人 实际上并不是很多的 虽然他一直强调三个一 啊 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但是说实在他始终没有说到 啊 到台湾之后 才做到了 那已经晚了 这个 这一点的抗战中间 实际上他一直都有这个倾向 就他并不是他那点 就说有说做一点 比如这个国民谈争会呀 做一点民主倾向啊 他这个东西实际上最后他还是归于独裁 所以好多人在抗战中对他这一点是很不满意的 尤其是民主人士 尤其是一些这个知识分子 对他很不满意 很不满意 觉得他这个这个独裁倾向很严重 啊 而且他的独裁倾向呢 由由由于他的特务 他是借助特务机构来进行把他加持的 所以让人更讨厌 啊 更讨厌 因为这 他借助特务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这么讲呢 说国民党他本来是大杂会 人特别多 各种各种人马 实际 这个早就实在国民党内地位比较比较低 啊 一直都没有汪精卫高 所以国民党就不是他的党 虽然他说是党国党国 但是国民党就不是他的党 他所能凭借就是黄埔系 所以他始终黄埔后来改造了 就是成为这个 就又办了大学了 他始终都是校长 啊 他也最乐于让人称他为校长 那么他这点呢 就是说 实际上他凭借的是军国 他这个军队 黄埔系这个敌系的军队 然后撑起这个 这个这个国民党 撑起这个民国 国民党时期的这个这个江山 他是靠着军队撑起来的 不是靠党 所以 这个党的工具 他来说没没什么用 所以就他工具不行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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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党的工具 他只有军队的工具 这样呢 他政权就不能深入到什么呢 深入到这个地方上去 啊 地方体系 他就 弄不起来 你比如说一个县 县长 一个月 工资 三千打烊 而 而县党 县 县县党部 县党部 这个 书记长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党委书记 一个月 他几十块钱 而且 县长是有职有权 但是 这个县 啊 这个县党部书记呢 就啥 啥也不是 这是管党务 所以说这个党的工具 他手上实际上是 是没有用的 啊 是没用的 所以他 所以他想独裁 实际上是 我们讲他独裁无胆 实际上独裁无能 他没有这样的工具 而且呢 他也没有那种强 那种特别强烈的形态 因为 你讲这实际上 他这个东西呢 就是 这个三民主义到他这儿 我知道 因为三民主义 实际上 怎么说呢 你你虽然他 国民党吹得很厉害 但实际上三民主义 是 作为一形态 是 不是很有力的 就是他不是很有力量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就他 他没有那个 但伴随着一形态 那种组织力 号召力 动员力 啊 这个三民主义没有 所以蒋介石 就是令旗的令旗如照 他是三民主义 再加上 啊 叫中国传统 所以说他对 他 他 他最崇拜的人 实际上是中国藩 这点他跟毛泽东 差不多 差不多 他并不是真的崇拜 孙春山 孙春山呢 他就是 因为因为 因为是他的原来的领袖 是他的脉络嘛 而且呢 他要他要借着 孙春山的壳子来上市 他真崇拜的是 是 郑国藩 所以他这个底色中 有 至少百分之六七十七十 是中国传统的 他反复强调什么 就是这个啊 李廉耻啊 国之事为 这个思维不章 国难逆亡 啊 搞新生国移动 也强了这个啊 也搞传统啊 他要他要给 他要做 他要做 做人民的军 做人民的师 做人民的富 那你说 这不是传统 传统文化的东西吗 就他实际上是 想要 想要他自军也好 自国也好 他更欣赏的是 郑国藩这一套东西 郑国藩这一套 啊 郑国藩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一形态是一个杂绘 杂绘 有好多好多 中国传统东西 但是呢 这个恰恰没有 孙山还有点民主色彩 啊 至少他以前有 他后来 中央革命党结束之后 也还有一点 讲究实际在这方面 是太少了 你要说如果 如果去一点没有 可能也不至于 但是比较少 这他在说 什么叫民主 民主就是 黄中西 主张的东西 啊 就民主 他说黄中西最民主了 啊 他他对于西方的 属于 这个自由民主的理念 基本上他不是太认同 这一点 实际上他还不如袁世凯 啊 所以 所以说我们在 他国民党统时期呢 我们知道他有宗宣部了 他有 他有一身态控制了 他有言论控制了 啊 他有管教育了 他要进行党化教育了 对于在国 北洋时期都没有 从原始派的就没有 啊 你的言论自由啊 大学教育教育的自由啊 他的自治啊 啊 这个这些东西 他这些东西在北洋时期都是当然的事情 但是到了国民党就不行了 而到国民党还有审查 这个呃 这个有 这实际上不是全部的审查 他说你出版了 你报业啊 有一个审查 啊 出版没有审查 是报业有审查 完了电影也有审查 还有审查 那么你在这个这个方面就是你就比比洋时期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的这个 就因为他的一个形态如此 就他的 他就是有数额色彩的这个东西 而数额色彩又加什么呢 又加了一点 加了不少这个传统的东西 就是他什么呢 就三分之一的列宁 再加三分之二的中国藩 啊 说马克思 这个 这个谁说 毛泽东说他是 呃 新日王加马克思 呃 蒋介石就是 曾国藩加列宁 啊 所以说你 你说这个 就是说国民党 他的统治时期 他这些东西呢 这些都都都是 都是很明白的啊 尽管如此 由于他的统治力量弱 这个整个那个 国家并没有这个统治起来 所以在国民党时期 实际上他的空隙 言论空间 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你报纸 还是必须是私人的 学校很多 也是私人的 教会大学 你才赶不走 而且呢 中国还有租界 对吧 还有这个西方人的存在 所以他就 空隙很大 实际上是他想独裁 他想 统治 想管起来 把想专制 实际上他做不到 啊 展介石当时在大陆 是根本就做不到 一直到最后他做不到 啊 这一点他没有办法 这不是他不想 啊没办法 他已经都做了 啊 你大学一头也是在搞搞党 或党 讲政治课 讲党艺课啊 搞的训导处啊 甚至后来搞了一些特务学生啊 这个 那个报纸 他也办 办党报了 中央的中央 中央社啊 可以搞了 他中间部还进行这个言论审查 都搞了 但是他其实是搞不动 搞不动 那么 所以呢 那个时候期呢 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 其实那个他的各方面的成绩 还是不 还是 就是他 正因为他 他真的是做不到 做不到独裁 做不到专制 所以说呢 他这个 那个国家 这个整个 这个文化啊 教育的状况呢 其实还是可以 啊 还是可以 就是还 就因为大家都抵制嘛 就就抵制下 之下 你想比如说 现在那为什么办得好啊 这些校长们就能抵制 就能把国民党教育部的这些 指令给你打回去 啊 你要统计教材 我不理你啊 你要打一课 我就给你糊涂糊涂 啊 你要想 你要想把那个 要党来管这个大学 你没玩 我不 我不让你管 我就给你扛住了 啊 给你扛住了 那报纸呢 他也不可能把人都封了 由于大公报 这种影响力这么大的报纸 说实在的 好多大公报 有些 有些报道也不对 你像 比如说那孔二小姐 说说 说是 说是 狼狗 我把人家赶走了 坐飞机 啊 呃 站地方 其实这是假消息 要今天 今天早抓了 造谣啊 但是这个时候 大公报说也说了 啊 连个欠都不到 所以就算了 啊 算了 你好知道 那是 那是 当时是 孔乡琦是什么呢 孔乡琦 行为 行为 面掌 就像我们现在总理 啊 你把总理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啊 你这个女公子 这个 这个 摇着这照了 你都没事 那毕竟就是国民党实际是做不到这些 就他 等于是想独裁 想专制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所以他是有这个空间 这个 这个法治呢 就是北洋时期是有进步的 是一直有进步的 到了国民党时期呢 还在往前 还在往前走 国民党时期呢 立法全书是国民党时期完成的 就是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法律体系 法律法法条体系 而且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大体上 虽然他有一些问题啊 这些问题啊 比如说他有反革命罪了 这在以前都没有的 这个我也没有啊 但是呢 这个这个反革命罪 也就是一度 就是一度比较嚣张 他有一些党部的原权 来折腾折腾 那后来也就是 你就拉倒了 就就没有这个罪了 啊 没有这个罪了 都是其他的 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政治犯 政治犯都是因为 就是你 他说危害 就是颠覆 颠覆国民政府啊 那政治犯当然是颠覆国民政府啊 没什么说的吧 真是颠覆国民政府 他就不是 不再定什么反革命罪了 啊 所以那个法治呢 还是有进步的 你不要包括说 对那个就是有一些 那个张思昭 张思昭替这个谁 替这个陈多秀金辩护啊 那个辩护石后来一直都是 东吴大学 我们知道 中国的法学教育 是南有东吴 北有这个朝阳嘛 东吴大学的一个 一个一个范的教材嘛 嗯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说 蒋介石呢 这个他是 这个就是他的统治 呃 是有他的这个呃 成绩啊 呃 在他的谷子里头 那个就是那个输额 这种社产的那个 这种这种独裁社产啊 专社产的其实一直都在 他一直都在 呃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国民党一大 杂 他有一些这个 就是比较西化的成分 就说国民党的成员中 这蒋介石对这个方面 他也是 他也并不排斥 就是他自己 好歹也是留学生 啊 所以他他他对于这个 这个就是 延揽 就是人才 就是延揽人才 尤其是这个留 留学英美的 这些人才 他是很在意的 很在意啊 所以他的他的 这些成员中 好多都是这些留学生 好多是高学历的 所以这一点使得 他这个他的政权 就是不是那么太 就是 就不不太强调这种本土化 不太强调这种 呃 这个工农化 他不强调这个东西 他他反而是 强调这种留学啊 你养学生啊 一多也好 所以他这个 国民党一直到 后来到台湾 这个西化色彩啊 实际后来 是把国民党给救了 就是国民党后来 就他实际上 是始终有这样一个色彩 很强的色彩 这点呢 也是蒋介石 他也认可 就说 如果他不认可 他安土啊 像那个吴费福和 彭云祥那样的 他军队啊 杨玉生我都不要 那最后的结果 估计也不会太好 也不会说是 这个这个 就是会会 会怎么样 会那个 就是他会 最后那个 到蒋介石 过过手以后 他能够完成这种 啊 前代化的转型啊 这个他估计也做不到 呃 但是我们知道 蒋介石呢 他这个什么问题 他还有他的问题 就还他比较大的问题 反正我们就看 他失败啊 就他的最后的失败 实际上 他并不是说 说我们讲说 他这个怎么怎么 无能啊 说他的组织力量 不行啊 他他 他实际上没有统一啊 或者说他的这个军队啊 不听话了 或者说他瞎子辉啊 这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的问题 他最重要的问题是说 他们在 康战胜利之后 呃 由于他 看胜利的结果呢 是他 他进入一个顶峰 啊 他一下打到一个顶峰 你想 中国这么长时间 一百多年 总是被人欺负 被人打 突然之间 我们胜利了 我们把日本打败了 虽然不是我们打败了 但是我们搭便车 我们也赢了呀 搭便车 你你你也不是说 你你不做努力啊 对不对 也做努力了 我们赢了 而由于美国 罗斯福捧中国呢 中国成了这个 四强之一 中美英俗 我们自己说中美英俗啊 实际上是美国为首的 四强之一 当然我们实际上 并不强啊 并不 但是我们终于 蒋介石可以跟那个 罗斯福丘吉尔啊 散离去拼一拼做了 这点是 你想这个大飞跃 一旦胜利 一旦我们也是 也是胜胜国 一旦胜利 在巴黎科学院开会 我们是三流国家 人家谁都看不起我们 但是干润胜利 我们是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 啊 而且在胜利之前 就是在1943年 已经把所有的 部分才会全都废除了 啊 就是那个 中国在形势上 已经是 已经站起来了 已经是跟 已经是跟那个大国 已经是一个大国了 已经是跟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美国 苏联平行住的大国了 啊 就很了不起 那么蒋介石呢 这个时候就有点头脑 发昏 就发昏 其实他的毛病都在 就是他的 他自己的问题 又很严重 他的国民党 一直就是一个 半独裁的党 啊 专制的党 那个 那个 他的军队 也不 也不 没完成 他的现代化 也没完成 就看说 他也没完成 他的现代化 很多军队 实际上是很差的 很差的 除了少数 几个美谢师之外 啊 美谢军队员 就是远征一面的 那些 那个 当年驻印军之外 其他军队实际上 他 他并不怎么样 啊 并不怎么样 啊 毛病很多 展示师之 毛病很多 但是一下 到顶峰之后 他就发昏了 就发昏了 啊 他就不知道 这怎么回事了 他就忘了自己 一大根毛病了 毛病了 完了 最大的毛病 反而 呈现出来了 这什么毛病呢 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苏俄色彩 这个独裁 啊 苏俄味道的 这个独裁 这个味儿出来了 你想 这档体现 就是什么呢 他这种 就是说 他 他这个 他 因为中国大部分 这个发纳俄系 都变成轮陷区了嘛 他回来之后 他把轮陷区 几乎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 全部收了 没收了 以底侃的名义 给他没收了 然后组织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志浩的 那个国有大公司 底下的 原来他的国家资本主义 直线于金融领域 但是到了 这个看人胜利之后呢 他的国家资本主义 就变成了什么 就演化成为一种 整个国家政策 进入到各行各业 各个领域 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要害的 你想想看 你国家 你 你有人才 能管了这个 这些企业吗 你能经营好吗 你根本经营不好 你一样 你国有企业 你谁又办不好 你国民党更办不好 蒋介石根本就不懂军事 说两句话 蒋介石 蒋介石远远不顾 他在这个大舅桌 宋志文赌经济 甚至连苦涨 他也赶不上 他根本就不懂经济 但是呢 却开始就搞这种名堂 搞这种名堂 那么一下子 这个 这个 国民党时期 这个经济就不行了 不行了 工厂都不冒烟了 因为你变成国民党之后 收入之后 你无法继续生产 你根本 尤其是那些竞争领域 那些完全市场化领域 你搞了以后 你更肯定是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经济上是一塌糊涂 他接收回来之后 加上还不算那些接收过程中的一些贪污腐败 贪污腐败也很厉害 本来国民党这个 就有这个问题 一般中国人讲 谁当权 谁就会贪污腐败 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是人性如此 不可避免的 由于你没有这个民主制度嘛 你这个监督不够嘛 对吧 人民行政也不会主动起来去监督你嘛 而且你一搞独裁 你一搞统治 你一搞 我不是那个统治的统治 是统一的统 制度各自 人家就 就会 就是就会 你就会腐败 然后就有这个接收的机会 接收基产的机会 就更腐败了 物质登科 啊 所以呢 就算没有这个 你这么干 实际上就是大败笔 大败笔 那么他第二个色彩就是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是搞那种 道德主义 啊 这个轮选去老百姓 是你把人家丢在 丢一边的 是你政府 保护不了人家 你把他丢在轮选去了 但是你回来之后 你说你却埋怨人家 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抵抗 啊 所以轮选去老百姓都在 就是在胜利之后 反而有一点 就是低人一等的色彩 在轮选区 呃 比敌尾作战人家都是汉奸了 呃 当呃 当那个伪军也是汉奸了 他也不用了 不用人家了 那么 轮选区的学校教授 变成了伪教授 学生变成了伪学生 大学生变成伪学生 这很不像话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提倡 比如说像那个 你说我这时候 我们说这个 年代方不唱戏 啊 虚发明智 不唱戏 那没办法有钱啊 他可以抗 抗八年 他自己继续有啊 那马来梁说 唱戏 那说不唱戏怎么 他一大家的人呢 他不唱戏就没 没饭吃啊 这些都 就是你那时候唱戏 你不应该被谴责 你不唱戏可以表扬 但是你不唱戏 这个 就说那个时候你唱戏 实际上是 也是为了做饭嘛 没办法 人家上网系统都能活吧 他们都做干事吧 对吧 企业家 你做的去经营嘛 经营你就跟政府打个道吧 这都免不了的事情 你用道德主义大棒 一打 全都大趴下了 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那种 就我们讲的是 这种道德主义 还不是中国传统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中国传统 跟苏俄那套连联起来 因为说我们知道 苏俄的时候 苏联 在二战时期 也是不允许投降的 反而投降的人 反而被俘虏的人 都是都是叛徒 以叛徒论处 所以这种道德主义 是很糟糕的东西 是很识人心的东西 很识人心的 本来那个经济上的掠夺 就是识人心的 加上这种道德上的 政治上的道德主义呢 就更识人心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知道 这个国民党 当然后来他还要坚持 要跟中共开战 实际上是这个当时那个调停国共这个内战的这个美国这个参谋长 呃 联会主席马歇尔将军呢实际上是告诉蒋介石说你不能打 中共问题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最好不要打 你要打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就不听话 一定要打 我们知道 中共是正想打的 你打我 尤其是树战 你给我正中下怀 啊 所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 这个 后来我们就失败了 但是他就在失败之前 实际上他军事失败之前 已经是到已经先有了一种经济崩溃啊 经济崩溃 就是他的经济 被他自己搞坏了 支撑不了他这样的现代外规模的战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说当时呃 二战争结束之后呢 因为美军在这个远东囤 囤积了大量的军火 打完仗都没有用了 保存要花钱 所以意思是几乎等于免费了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从来没有这么多飞机大炮 坦克啊 这个 一下子变得非常雄壮 那么这么多现代化武器 给了给了蒋介石之后呢 是蒋介石的军队 他是确实是跟他不匹配的 但是装备是很现代化的 这个装备 这样的装备打一天仗 那消耗 那太多了 以前他蒋介石军队 一个小米架武枪 啊 被盖量弹 被盖量弹就行了 现在你的后心 公益公益的 你汽油吧 你坦克 斯伦大卡 你消耗的汽油一天多少 对不对 那这些消耗 这个 就是这个消耗是天文素质的 当时中国经济根本就滞生不了 因为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样 蒋介石后来失败 实际上我就 由我看来 实际上他主要是他那个 输额色彩的这样一种 这个独裁倾向 啊 这种情势作风 是他才是自命上 当然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 也没有反省这一点 反省这一点 就是说他的 他的独裁 色彩是很 是很强烈 从孙生开始 一直到他 追踪 这个 中国藩 实际上 这都是 我觉得中国强人 那时候 那时候的强人都差不多 啊 这个 但是他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烈 强烈 那么 很不幸 他失败了 他如果成功的话 可能 呃 后面怎么样 就不好说 但是他 他失败了 啊 失败了 那么 我们今天看蒋介石呢 啊 其实我觉得 我知道有很多果粉 特别成为这件事 啊 呃 我 对我来说 我 我以前呢 也对他 没什么好感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误感 但是我自从我看了 他甘迪士的全集 我没有看到他热日记 热日记后来是才开放的 但是我已经对他 没有什么兴趣了 以前我看到他原全集的时候 我看整个看完之后 我其实对他印象不好 啊 因为 因为他那个 就是全集中 表现出的那种独裁 专制倾向太严 太严重 啊 而且那种传说道德 道德 道德和苏俄式的 道德主义的倾向 也太严重 所以这些都让我很不不不快的 但是刻过来说 他其实 当时才是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抗战 这个功劳 嗯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 啊 这个 反正今天就讲我这吧 这个 这个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说 给他盖棺定律 给他整个读合评价 只是表达我一种一种看法 啊 呃 谢谢大家听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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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完了 大家评论吧 啊 其实蒋介石并不欣赏西方 他跟美国人都搞不明白 啊 就是 这个尤其是跟死地为两个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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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呃 我觉得 我已经说过了 实际就是他的这个 就由于苏俄四海这种独裁的倾向啊 是他这个巨大的败因 因为从资源上讲 当时支援战友上 从武器装备 从支援战友上 在这个这个这个什么讲 他都远远超过共产党 他实际上是不该输的 但是他错误犯太大了 啊 由于他这个独裁色彩 使得他 真的失掉了民心 啊 失掉了民心 啊 不是失掉了民心 而是不是 搞砸了经济 所以他 没办法 他肯定的 他肯定不行 其实不是后遗症的问题了 他实际上是把这个轨道给改了 把这个车 这个 这个中国车的轨道改了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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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遗症 这个蒋介石的日记 当然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但是也不是说像 有些人说那么 那么了不起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 而且都知道 这个蒋介石日记 很多人的日记呢 都是当时就写了 不给人看的 所以他很多东西 他不会如此写 呃 这头很多 有很多的东西 就是他实际上是做 就是说你 你要是完全信的话 也有问题 啊 就像说进信书不如无书一样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你要真完全信也是 也是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 所以说这个事呢 就是说你不要 我觉得不要太迷信 这个东西 肯定有价值 如果是你 你要想 严谨人 你第一个参照起来说 就是通过当时 档案材料啊 还是报纸上呢 还有那些 其他人的日记啊 这个 这个什么 呃 各种记载啊 参照起来说 很好一点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蒋介石 有的时候 他比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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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虚荣 呃 他也认为说 自己是日本 士官学校毕业的 呃 实际上他没有进过 就是没有正式进 什么时候 他这是一个 士官侯补生 他能不能进呢 他 他有这个侯补生 之后就可以进了 那后来因为革命需要 他回国了 所以他就 他没有正式去 参加过士官学校 这个训练 那么 有人说他 你 你实际上你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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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人啊 你盲人啊 这个 其实他没有造假 他始终都认为 始终他 他真 他真是傻 他一直都说 他是士官侯补生 他并不说 我是士官生 啊 这个谈不上造假 嗯 这个 呃 清党的原因 可能最重要 就是国共分家 其实主要他是跟 国民党 其实跟共产国际合作 他是跟共产国际分家 就是他觉得 数额有问题 啊 就对对老蒋来说 他觉得数额是大问题 这一点呢 实际上是 他是说 这个 就说 这个 当然这个问题 后来也会 呃 就是 装分家之后 弄得很 就是弄得很僵嘛 很不像话嘛 啊 所以就 还有 大屠杀什么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 你说你讲 你怎么说呢 就说 到底是该怎么去 去评价他呢 这个比较复杂 所以在这个团 我也一次半会 说不清楚啊 以后咱们就有机会 再慢慢谈嘛 这个 这个几个问题 实际上是太 就是 就是太 叫什么话 就 这不太 就是这个 这谈不上是个 这不是 这不好说是个学术问题 对吧 就我怎么来提提供 我怎么提供 对数额势力的 扩张方案 当时来讲 中国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办法 抵抗这个数额势力扩张 因为你这个 你本身 本身就是个 十文武力的状态 而且当时是感觉 中国人自己 受被 受欺负的这种心态 很强烈 苏国当时表彪的态 说我要 我要退出沙哥 我们要把 我们要退出沙哥 所里头的一切东西 那你当时就觉得 很 很那个 很受不了了 很自从 落惊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没法抵抗的 实际上说 苏西亚法案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 至于说 这个什么 宪政学者什么的 这个不是我的 一个范围之内 其他的 就跟他说 这个东西 中国为什么没有 华尚顿 为什么 不然可能 因为结缅讯 这个没办法讲 这个事情 中国为什么没有 中国本来就没有 没有就没有了 这个 这个 他为什么没有 他这个 土壤就不生产 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对吧 像我们这个严谨地 不长这些东西 你怎么弄 怎么弄呢 啊 还有 还有好多未来 东西 什么以后怎么样 这个事 我就不能没法说了 因为确实是 我们没法去 给这个算命 啊 这个 联邦制 我觉得还是比较 实惠中国的 但联邦制的尝试 在展示时刻上 是没有的 是那个 有这个 就是 在他展示之前 就是湖南 还有广东 广东部分 呃 实行过 就是这种 联赏制制 他们 他进行过 尝试 而这种 联赏制制 恰是被 这个国民党 党军给摧毁了 啊 所以这个事 但是实际上 这个尝试 还是有很有价值的 我准备 下一步 去研究这个问题 啊 嗯 呃 老蒋 其实离合大陆 还是很伤心的 但是他心里 都不会表现出来 就他这个人 是很坚毅 很认的一个人 所以这方面他这方面是是是他是没什么 他但他不意味着他他你看他你看他的感觉好像还没有 那么不是哭哭啼啼的那不意味着他不伤心啊 大人物嘛 就就这样 曾经去过开罗开会 开了会议就他参加的 所以他不是呃 之后才没出过国 呃 这个就那个说这个蒋介石失败是有意保持失礼 这是不可能的 他在他他他有意保持失礼是在抗战后期 他有意保持失礼 但是 这个后再就是在跟国共打的时候 跟国共上打的时候 这是不还你保持什么失业 别人可能有些 就是不是他嫡系的将领会保持失利 但他不会 这个呃 出没出国国可能是一个因素 就是说 如果你能出国走走出国在出国学习学习 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 因为在西班国家生活一段时间 可能不太一样 啊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啊 关键是他自己的理念如何 啊 王精卫的见识还不如这件事的事 正常 正常他也不如这件事 啊 不如这件事明白 我觉得可能 很难说王精卫 他的准论模式就会比讲领事好一点 呃 阿拉丁呃 阿拉丁员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 啊 同意的 呃 很难说美国放弃了国民党 呃 李敖那本书我看了没什么意思 他说 李敖这个人 哎呀 就是流氓才子 所以说 他其实写东西很不讲究的 呃 所以那个书不值得一看 呃 其实他这个事故水平不高 我没有特别深的研究 我就是我其实 我就是看过他的这个全集而已 就是真的没有 呃 没有专门做过他的研究 王精卫是这个事故可以讲讲的 可以真的 讲一讲 也是可以做个专题 讲专题来讲的 呃 讲这事到台湾之后 的确是 既独裁又专制了 就是 他这个 就是他这个党和军队都控制住了 地方又小 所以 那个 所以他这个 那个厉害 就是他那个程度 呃 大陆做不到 其实他 他台湾都做到了 所以 那个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的 啊 很厉害的 这个 也就是他从 他实际上反面吸取了 这个 他的失败教训 呃 这个也很难 也也很难说 因为 当时这个 这个 淘汰发生之后呢 这个 呃 这个大陆 就对台湾的压力基本上就消失了 就被美国人挡着了嘛 那么 那这个可以肆无忌惮的搞了 嗯 除了如果美国不让他 除了 除了除了忌惮美国的外 别人谁也不忌惮了 嗯 讲王金贝有点风险 就是这个 现在 现在这个形势这么紧张 有点风险 不然的话 王金贝真的比老蒋还有蒋头 王金贝有的人是有很有个人私材的人 老蒋是很单调的人 很没意思的人 老蒋还没那么自恋 我觉得他 他 个人崇拜也是 他 就是 他的确是自己想营造成什么崇拜 但是他确实拍马屁的太多了 嗯 他自己倒没有那么太自恋了 呃 大家有问题可以先多留 先多想想想 想好之后呢 明天再把那个问题再提出来 提过 我就看看能看到了 我就打一打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